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 欢迎收听本期节目 插播一则地方新闻 屏东有一群人为了让大众了解家暴的不同形式 竟然在知名景点架设互动装置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路人的真实反应吧 好 请稍微认客 啊 喂 嘿你好 我打這通電話 其實是想說一件關於我 但很少人知道的過去 其實我是一名公司的主管 我的學歷 我的工作待遇都還不錯 而且我有一個匹配的男朋友 在我人看來 我人生一切順遂 可是我男朋友他變了 在半年前 他開始會情緒失控 他會勒我脖子 甚至是暴打我一頓 我覺得非常的可怕 也非常害怕 不過我給人家的 形象一直都非常的陽光 所以我不想要讓別人知道這樣的事情 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戴口罩 好像也就沒人發現 我早遇到這件事情 等等 大家知道其實不只是家人 男女朋友也是家庭暴力防治法 保護的對象嗎 當你聽到另一萬成為恐怖情人 或聽到身旁有家暴發聲 請記得一定要趕緊向外尋求幫助 及早讓法律去約束加害者 才能保護自己的安全喔 我是一個家庭主婦 我有一個就讀小學的小孩 因為我的先生長期對家庭的疏忽 加上我們夫妻間的價值觀不同 我在前年 對他提出了離婚的需求 沒想到我的先生就像變了一個人似的 開始監控我的手機訊息 甚至注意我外出的動態 還在家裡家庄的鑑識器 這讓我感到非常的沒有安全感 於是我又對他提出了離婚 沒想到他挽留不成 竟以這些訊息還有影像當作威脅 後來我跟小孩子搬離開住處之後 他卻常常出現在我們新的住處 讓我跟小孩子都覺得非常的害怕 很難想像生活被監控 是多沒有安全感的事 聽說除了肢體上的暴力 違反對方意願用各種工具 設備持續跟蹤監視 就是一種看不見的精神暴力 甚至可能會觸犯到 跟蹤騷擾老房治法喔 我是一個上班族 在大家的祝福之下 和妻子結婚 但沒想到 一切卻在一次和妻子的爭執之後 全部都變了樣 他開始會朝我亂丟東西 嘴裡說著羞辱我的話 一次又一次 原來不只有女生會遭遇家暴 越來越多案例顯示 男生也會被家暴 加上社會覺得男人就應該要堅強的刻板影響 其實讓很多受害者都默默承受 不敢說出來 曾經我也想過 我是那個可以陪著他 和他一起回到幸福生活的人 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 所以才會遭遇到這樣子的事情 我一個女人帶著小孩 沒有經濟能力 該怎麼離開他 我逃離開家 沒有辦法面對自己會被家暴的事實 所以我告訴警察 告訴社工 家人 大家都很震驚 其實一開始我還是會感到害怕 我害怕在上班路上遇到他 害怕想起這個人 我現在跟小孩子都非常的平安 我有個穩定的工作 可以獨自撫養小孩長大 在工作之餘 我還可以擔任志工 參加受報者支持團體 後來我才知道 家暴有很多種形式 像我太太用文字 或言語修辱我 或者是發洩情緒 隨意破壞物品 這些都對我造成很長遠的心理傷害 今天謝謝你接持之後的電話 我相信我還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復原 但我相信一切都會越來越好 家暴這件事情 都有可能發生在你我任何一個人身上 那我很謝謝 當初細心關注到我的朋友 可以發現我的意樣 以及幫助過我的社工 還有每一個人 希望我未來更有能量 走出悲傷影響陽光正向的生活 本次通話已結束 如要留言請在B身後告知 我們將為您轉達 請在追究一下 Dreamin' of the morning Oh Wrestling my expectations Oh 親愛的聽眾朋友 如果換作是你 當下次聽到電話響起 你願不願意接起來呢 MING PAO TORONTO CAN CAN D tiempo CAN